男生都在帮我讲话 兄弟们 兄弟们 我们今天又来到了缅甸大哥家里 然后今天特地让这个大哥 带我们过来 因为没有中介了 他直接就是货主 所以说我们过来看看这个料子 因为我们今天在市场看过 我们还给过价这个料子 我当时给的是3000多万 接近4000万 但是他不封 不封的话后面我也没有谈 他是属于一个墨西沙的料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坑坑洼洼 刀砍纹 很老的这个料子 然后今天的话 有幸就直接来到这个货主家里来直接看 那就好谈了 今天看能不能把它拿下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外面虽然是有点点亮 但是丝毫不影响它的表现 看到没有 这个料子带情底的 兄弟们 它肿的话很好的 整一个这一面 相当相当漂亮 看到没有 我们到暗一点的地方给大家看一眼 进去里面 我到里面看一下 打点水 其实它这边已经漏肉了 给点斜光就已经看得到了 那我们整个压灯上去 真的很舒服 这种料子 擦出来整一个面 完全擦出来 真的很漂亮 拿那种高压喷枪啊 把它的表皮的沙 这种浮沉沙 再搞掉一小沉 那它就整一个完全脱沙的那种一个状态 就很舒服很漂亮 就能达到这种级别的料子呢 小自由还是想尽量把它弹下来的啊 一般的这些中国玉上啊 就不太敢来这种地方啊 但是我 我是挺敢来的 我是不怕 并且 还好咱们是带了一个翻译的 不然真沟通不了 料子了没问题啊 真的 就把给大家细细的 精赏一下 啊那说白了 现在就是价格的问题了 料子都很对装 知道吧 箭头也大 精进不老了呀 大哥 一个亿水 现在饼呢 一个亿 精进一个亿是吧 一个亿它洗头一嘛 其实 大哥 就一个亿 其实我真给不到 哈哈 细看啊 就看得出来了 总还是可以洗可以刷的 知道吧 很多料子其实洗一洗它会 好看的多 知道吧 包括栗子也有 这种刷涨的料子 包括它刷出来的一些料子 真的我们也见过很多案例 就是这料子呢 这是很喜欢的 知道吧 杠位的话完全是没得说的 大哥我们出去看吧 好吧 没路 去说说啊 行的吗 你说他叫喊一个亿啊 真正的就是说 确实是来到他家里了 啊 那一般情况你说放去市场 这种料子呢 那不得给你交个是吧 两个亿三个亿 这样子吧 大哥 我也给个价啊 他也不乱给了他 他也不乱给了他 他给他说人家给了也好的 他说 谢谢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其实真的 你们跟我做过几回生意的 认识我的 还是都知道我的一个脾气啊 这样 好吧大哥 嗯 跳呀 要你露来吧 我们不买 不买了 不买了 哎呀 谢谢 也不用给什么中介费 现在对对对 就是直接啊 跟货主面对面 这个6千万 我们全部给到他 啊 小费我都给了 他小费他自己给他 没事没事 大哥的小费我给 啊 小费我给 哈哈哈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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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挺好的挺好的 其实真正的 你看 就是我们直接跟货主成交 没有中介费 也没有市场的 提点啊 这些啊 就是直接6千万给到他 大哥这边他介绍的嘛 我们会给他一点点辛苦费 啊 这个料子的话 6千万 是什么 成功拿下 一个墨西沙料子 上手的话 应该是有 呃 4公斤左右 啊 4公斤 3.8公斤 4公斤的样子 啊 那这个料子的话 就是小费刚刚也说 他还能继续去刷洗 刷出来的话 他一定会非常非常透亮 就肿水 可能个脱烧的样子 而且整个料 大家发现没有 他整个皮革上 整个面上 没有编号 没有骂嘎 啊 说明 他还是真正的一手货 那这种料子 他还没有转过手 啊 那当然我们拿下之后 接下来这种料子 也会放到市场去 卖一卖啊 有合适的 出得上价的 我们还是会考虑 直接变成钱 啊 然后再买啊 就生意嘛 就是有买有卖 这个小智也经常说啊 那还要小智就回答小 大家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缅甸人怎么卖玉石啊 他们怎么还是住这种房子 或者说他们生活条件 怎么还是这样啊 其实真正 你说缅甸人 他对这些东西 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要求的啊 包括就是还有一个点 就是说一些做生意的大哥啊 应该懂我现在要说的一些东西啊 就说比如说哎 我有一个亿两个亿啊 可能这个钱啊 我不会说真的拿来豪华啊 就是我又要买大房子 又要买游艇的 不会啊 真正这些钱 我可能还是在我的公司 在我的生意上去流转啊 就是说钱生钱啊 就是其实真正的人是不会满足 当你赚两个亿的时候 你会想赚十个亿 并不会说满足以此 并不会说哎 你两个亿了 多少钱 立马买房子买游艇 还是会在生意上是吧 去周转 去再赚钱 那包括我 其实我也不敢说我有多少钱 但是其实我很多钱 就包括公司的钱 很多钱都是压在料子上 所以说这个料子呢 接下来我们拿回市场去扁一扁啊 就是能够给得上价的 哪怕赚的不多啊 赚个七八百万 是吧千八万的 我们也一样的就直接换成钱了啊 小达帮我拿一下 今天本来是去找这个大哥看一看货的 因为他们那个全部都是住的都是中介啊 他们是属于那种大的中介 就一团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周边呢 其实都是属于这种篱笆房啊 那缅甸这边呢 确实就是说现在大概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种房子 确实就属于三十年前中国 三十年前中国很多农村房子 说白了就呢 都是这种篱笆房 木头 竹子啊 就是我小时候呢 我也见过很多 是吧 我们德宏那边也有很多这种房子 那现在这边呢也是啊 那当然缅甸人 他们为什么 哎卖那么多料子 或者是呃 卖那么多钱 那么还是条件还是这样啊 首先缅甸这边 因为局势的一个不稳定啊 那第二个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民族信仰 他们可能有一百万 他们愿意拿出九十万 来花在他们的一个民族信仰上啊 那第三点就是说他们的物欲是没有那么高的 他们喜欢爱活在当下 就整一个其实东南亚这边我发现啊 就是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就真正的活在当下 就是哎 白天可能工作啊 晚上喝酒玩就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不像中国人 中国人现在整一个包括我身边也好 包括可能我也有一点点 我承认啊 就是心思都是在赚钱上赚钱上赚钱上 可能家庭呀 甚至身体的健康啊 都不顾都不管 但是真的放眼整个东南亚这边 我发现他们就虽然可能生活条件不是特别好 不是那么富裕 但是他们过得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就精神上的一个富足 精神上的一个满足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 我会向他们学习吧 啊 好 学们 废话不多说了 赶着聊着聊着咱们又聊远了啊 坐 慧可纳欠 好吧学们 那咱们今天视频就记录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翡翠 喜欢小智 别忘了 给我点个赞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走吧